大家好 我是一游记的俊古 我现在是在广东梅州五华县 这边是安流镇的五联村 这边是燕翼楼 这栋楼非常有意思 它的主人可以说是一根扁担挑起了整个家族 我们进去里面参观一下 前面这道墙是叫做照壁 它是用来挡煞用的 那现在我们要经过这一道斗门进入燕翼楼 它的规模相当大 它总共有99间房 将近5000平方米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巨大了 这是一栋典型的客家围龙屋 它原先在房屋的四个角是有四座望楼阁的 但是现在已经年久失修 已经没有了 那这边就是正大门 我们进入这里面去参观一下 这一栋燕翼楼它是在1855年的时候开始建的 一直到1886年才完工 历经三十多年了 那这一座房子的主人它是张姓定玉公 也就是叫做张定玉 张定玉这个人从小家境贫寒 从17岁开始就在我们现在的阶阳市河婆镇 就用扁担挑盐挑到江西那边去贩卖 就由此发家致富 那有了钱之后啊 他就边经商边计划盖这栋燕翼楼 那整整花了30年了 才把燕翼楼给盖完成 据说当年张定玉用来挑颜的扁担 还一直挂在这个梁上面 可是现在没有看到了 可能是被他的子孙给取下来了 我发现这座燕翼楼的天井还是十分有意思的 这种设计还是比较少见 它的天井下方两边各有一道墙 看一下 非常的美观 那现在我们去后排的围龙参观一下 后排围龙屋要从旁边这个门过去 那这里又是一整排的房间 我们要从这边过去 这边有养鸡 可以看到它这个房屋是有两层的 它这边原先是一个厨房 墙壁都被熏黑了 这里就是后排的围龙 单单这后排的围龙屋就有19间房 其中最中间的这一座房间是最大的 那我现在走着的这块地方 是称之为花胎 也称之为化胎 这边它为什么叫做化胎呢 它是有原因的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女性孕育生命的地方 然后这一整排围龙屋都是给家族成员当中的女性居住的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围龙屋也是依山而住 然后越往后面就越高 这个地方是房屋最高的地方了 那这一座建筑它其实也是融合了四点金式的建筑 它相当于是客家围龙屋和四点金相结合的这样一座建筑 这边上还有一棵龙眼树 大树底下好成梁 家门口的龙眼树 这个地方还真的是风水宝地 张定玉他也是多子多孙 他的后代几乎占了现在这个村子的四分之一的人口 有将近700人 不仅如此 他有些后代现在去到了香港还有加拿大 还有印尼定居 他的后代当中还出了100多名大学生 其中大多数都是从事军政类的工作 或者是医学类的工作 这个地方可真是人节地铃 那这里就是燕翼楼 我是一游记的俊古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